我們今天上第九課 我們第九課的前面 就是我們已經教了如何使用這個現代的神經網路 然後進行這個轉移特徵學習 但是我們對那個他細部的這個 就是那幾個比較經典的網路的細部結構 我們講的比較簡單 那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看得懂他是長什麼樣子的 舉個例子來想 如果給你看著這個 那個residual net的那個圖形 你可以用mxnet把它寫出來 可是你應該會覺得有一些地方就是 沒有辦法理解 舉例來說mxnet啊 他這個有時候用這個11乘 有時候用11 有時候用這個5乘5 那你沒有辦法理解他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上次有講說就是vggnet 他提出的時候 然後把這個所有的這個 N乘N通都換3乘3的組合 所以一定程度的解決這個問題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做的事情耶 我們今天我們要學的東西 就是從這2012年到那個最近 我們想要看一下 就是現代這個神經網路是怎麼設計的 就是包括這個有點像上次我們講vgg那個樣 vggnet那個樣子 就是一路就是這樣往下看下來 然後了解現代的觀念 那之後你要設計自己的網路的時候 那之後你要設計自己的網路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怎麼設計比較符合現代的這個 就是概念這樣子 好 我剛剛一直講vggnet喔 我不是很確定大家知不知道vggnet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可不可以抽點一下 明星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明星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vggnet 是幾年提出的 不知道 不記得 那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你為什麼都不提出問題呢 所以vggnet在幹什麼 這絕對不是vggnet阿 對不對 很多網路都可以這樣搞阿 對不對 那我們再給其他一些機會好了 來那個海倫 vggnet 有幾層 哪一年提出的 22層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22層 49還22 他講成哪一篇 哦 是是是 精神混亂 這三篇名字長完全不一樣 連作者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怎麼精神混亂 好吧 19層 那 他的這個 那他是哪一年提出的 14年提出的 14年提出的 好 沒有關係 這個很好 講得非常好 他是冠軍還亞軍 他是亞軍嗎 他 他是亞軍嗎 真的嗎 我記得是這樣子 你記得是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都在偷偷看書阿 看每個人都在低頭 沒有 沒有 只有拿出他 好好好 這個 你講的是對的 林欣 你這些東西都忘記這樣很 這樣問題很大喔 之後那個 看到那個網路的名字 你就應該要 反射性的這個 這個 知道說他是哪一年阿 然後 是什麼 這樣了解嗎 不然的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用什麼阿 哪一年當然要阿 哪一年 洛衛生你覺得哪一年 需不需要 我有 蛤 你有時候也會忘掉 大概知道阿 順序啦 順序記得 好吧 那個 林欣多 你順序記得這也沒有問題 好不好 那不然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Residual Net 比較前面還是 Dance Net 比較前面 哪一個先發明出來的 Recedure Net 先發明出來的嗎 Recedure Net 發明出來的就是大突破了耶 什麼是Dance Net 那個 那個什麼 林欣要不要回答一下 Dance Net 是什麼 Dance Net 是什麼 蛤 你沒有辦法回答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 認真的印竹你有沒有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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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有沒有人知道Dance Net在哪裡出現過 他在Recedure Net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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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好啦沒關係啦 不然我們不要那麼困難好不好 你們告訴我Dance Net 出現在第幾課這樣就可以了 蛤 你覺得是在第七課嗎 你覺得是在第七課嗎 講得太好了 他的確是在第七課出現的 好不好 好啦 我跟你講那個 我們那個 不然 之前的網路你忘記了齁 至少 那個 我們大概網路也沒幾個啦 那個 那個常見的網路二十個以內啊 那二十個以內 那個以後你出去跟人家講話 人家動不動就什麼 Recedure Net 對不對 Recedure Net的簡稱 對不對 Recedure Net還分很多耶 什麼 Recedure Net 18 Recedure Net 50 對不對 那版本之多 乘數不同啊 對不對 理論上都應該要有這個 大概概念說他大概是幹什麼的 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要慢慢記起來喔 我們那個 之後每一節課 不定時抽減 好不好 好 這種東西就是不要去背啦 你只要有用過就會知道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好了 Alex Net Alex Net 是第一個嘛 對不對 為什麼叫Alex 為什麼叫Alex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啊 那個 林智你知不知道Alex Net 為什麼叫Alex 看起來有點像名字齁 你覺得是不是作者的名字啊 是不是作者的名字 不是嗎 那不然Alex是什麼 嗯 怎麼了 蛤 怎麼了 喔就是作者的名字嗎 真的是作者的名字嗎 作者不是Hinton嗎 真奇怪 欸 真奇怪 蛤 你還記得Hinton嗎 你還記得Hinton嗎 那為什麼是Alex Net啊 為什麼不叫Hinton Net 你不知道喔 你在 朱老師的指導之下 做了一個網路 啊 名字應該叫 那個 基民Net還是 影智Net你覺得 啊 應該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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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叫影智Net啊 怎麼會叫基民Net咧 LX的他的第一作者啊 好不好 好啦 欸這個 有一些那個名字 是什麼 那VGG那三個字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的 不然對你們來講就是代號而已啊 VGG是什麼 蛤 有沒有人知道 好啦好啦好啦 不考你們了好不好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VGG是哪三個字了 洛維森是不是不知道 是V9嗎 蛤 是嗎我不知道啊 什麼 是V2 跟 喔好啊 知道我沒講 當然沒有講嘛 你講得出來就厲害了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研究團體的名字 喔 三個字簡稱 好 這個 好啦那我們第一篇Pepper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結構長什麼樣子啊 欸這個 大家不要隨便亂笑喔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喔 這個 這個如果 有些東西 如果記不起來的話 跟人家溝通是很困難的 好不好 你會聽不懂韓話 對不對 這跟專有名詞是一樣的 對不對 問你們 CKD是什麼 你們就應該 第一時間就知道是什麼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這就記不起來了耶 好 好我們繼續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AlexNet的這個Pepper 來這裡 這個 他的 這個 我們這種結構這樣 大家看得懂嗎 這是從上到下去 描述他的這個 網路的陳述 好不好 那第一層 顯然是 convolution 加reliu 加lrn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對不對 來這個 靈心 這裡11是什麼意思 是11乘11的卷積核 啊4是什麼意思 一次移動4格 啊96是什麼意思 96是什麼意思 96個 這邊filter 然後你說96filter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很難接受耶 96 好不好 那2是什麼 我們交過 你記不起來啊 這是在第幾顆出現的你覺得 你記不起來 已經這第幾顆出現了 Grooper Grooper Grooper是第幾個出現的啊 云晨要不要猜一下 這Grooper是第幾顆出現的 沒有印象喔 怎麼了 阿什麼 你已經 你發現在了什麼 你發現在了什麼 是不是 是在他嗎? grouper就是第九課出現的嘛 好了我們來看看grouper是什麼好不好 這grouper沒有學過嘛對不對 grouper是這裡來看著 這個以前的這個卷機盒啊 就是假設前面啊 前面有這個就是 1到12層 就是input fighter有1到12這樣子 那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output的filter啊 他都會接前面的 這個就是從1到12他都會去接 這樣懂意思嗎? 可以理解嗎?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filter他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就這個卷機盒 他假設是一個3乘3的卷機盒 那他的參數代解參數有幾個 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靈異星給你一個 就是 再出一次題目嗎? 現在這個 特徵圖他顯然是由某一個卷機盒 去做出來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假設這個卷機盒 他的 kernal size是3乘3 那他前面 有12個future 那請問一下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代解參數共有幾個 嗯?幾個 是不是3乘3乘12 什麼叫應該是 什麼叫應該是 那不然你要 你要說yes or no啊 no的話你要講出 那應該怎麼算啊 蛤? 什麼叫not yes 那就yes 因為你不想提出怎麼算 是不是 那不然我給你兩個選擇好了 一個是3乘3乘12 一個是3乘3乘12乘12 這個 這個fighter 他是3乘3乘12 還是3乘3乘12乘12 你覺得前面那個嗎 印竹你認同他嗎 還是你覺得是第二個 你覺得是第一個是不是 怎麼這次都沒有人中計呢 這是不好玩 好 這個 所以他的fighter數目有這麼多 他的代解參數有這麼多嗎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右邊這個呢 右邊這個跟左邊這個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啊 這個 他在 本來啊 主要這個future網路啊 是這個 1到12乘 本來是1到12乘 那現在啊 這個 第一個 他把它分三個group 那三個group 就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把特徵圖分成了 三分 然後這個紅色的部分 這個fighter他的代解參數 顯然就只剩下4乘3乘3嘛 對不對 如果以剛剛的情境來講 是不是節省了3分之1的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是不是節省了3分之1的代解參數 那這個節省了3分之1的代解參數 這樣子 呃 有什麼好處 是不是就有一個至少有一個好處 就是 這個 代解參數少 可以有什麼好處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這個 應該隨便講都可以講得出一個吧 雅婷給你一個機會 代解參數少有什麼好處 想不到 雲婷好像想講話 這樣子 代解參數少有什麼好處 減少記憶體爆掉 好這是一個好處 好不好 但是 這個簡單的被說走了 那 這個 雲婷 代解參數少有什麼好處 減少樣本 樣本一直都固定一樣多啊 方程4可以比較少 代解參數比較少 方程4就比較少 這沒有錯啊 但是 方程4少有什麼用 我們在第幾課 不然你告訴我 我們在第幾課的時候 曾經講過這個issue 絕對不是第9課喔 我先跟你講 也不會是9以後喔 5還是6 5 亂講 第二課跟第4課都有講到 這個會過度擬合啊 對不對 這個代解參數少 這個 呃 他 一定就比較不容易過度擬合啊 因為他要求的 就是 這個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空間中 如果你只有兩個點 然後要求一個平面 對不對 你就無限多個預測面嘛 對不對 我們怎麼解決他了 我們之前是不是加上一個 正則化係數什麼的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他代解參數少是有好處的 那這樣子大家都用group的卷積就好啦 為什麼我都沒有聽過group的卷積 為什麼我們今天到這裡才聽到group的卷積 他 有什麼壞處 我們給海倫一個機會好了 海倫 你應該講得出他壞處的 我不知道 我想聽你講 你忘記了 你這樣會讓我覺得我花的時間白花了 嗯 那不然他 那個 他看不到別人 他看不到別人 你說這個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這樣是不是 訊息沒辦法溝通嘛 是不是 覺得說比較重要的 這個鼻子 鼻子在這裡出現 耳朵在這裡出現 那你 你這個分割顯然是隨機的分割嘛 對不對 誰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決定說 跟臉有關的這個 future tone都集中在紅色嘛 對不對 他一定到處都有嘛 對不對 那跟 那個 假如說跟腳有關的 他一定也是分散的到處都有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用group convolution 那這樣子的話 欸 如果我的鼻子跟 這個 鼻子跟我的嘴巴 他那個future 出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出現在 一個出現在紅色 一個出現在綠色 這樣我就紅色也捲不到 綠色也捲不到臉 這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顯然是有一點點問題啦 當然如果你夠相信這個 這個 你的這個model的能力啊 對不對 那理論上 那紅色的就會 在 逐步反向傳播的過程中 把眼睛跟嘴巴 都找出來 但是 聽起來好像 就跟本來的 就是 就 他可能就有一點這個 困難度在裡面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顯然 優化是稍微困難一點點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代理的函數少 他 擬合任意函數的能力 就稍微差了一點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好不好 好 那所以說 但是這個 LXNet 他當初在做的時候 其實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主要是記憶體不夠 他那個時候用的GPU RAM是多少啊 這個 我們 看一下影子會不會記住這個細節 來 影子 影子 他那個時候用的GPU RAM多少 對 L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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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Paper上有寫喔 不到5 你這麼 3 洛杉森你記得嗎 你可以validate他的數字嗎 2點嗎 蛤 2點什麼 2點多 2點多G 這個GPU RAM可以是 有小數點的嗎 你有看過嗎 3還是2 3還是2 你覺得是哪個數字 所以你記不起來 沒記的 好是3 你先不要一直笑好不好 你應該感覺到慚愧 為什麼這些數字我都記得起來 對不對 為什麼你全部都記不起來呢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為了 不要 不然人家可能會說唬爛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欸這裡 在哪裡 第一行 喔第一行 喔看到啦 我記得在這裡啊 好 好那這個 那下一層是Max Pool Max Pool 對不對 那這個Max Pool 這個 還記不記得Pooling的方式 有這個 有兩種 一種是 Max Pool 一種是Average Pool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在這裡我們用的都是Max Pool 對不對 那這個 等一下 你會發現 之後我們都用的就是Average Pool 就是你現在記住它的差別 我現在先把關鍵點點出來 好不好 這個LXNet用的是Max Pool 然後之後 很多網路用的都是Average Pool 好不好 來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網路這樣子一路往下 大概 代 Input Size 從24乘2 24乘3 到下一個 56乘56乘96 一直往下 這個喔 這個過程喔 我是希望喔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回家的時候 了解一下 這些Size 為什麼它這樣算 好不好 那如果說 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算的 那你可能需要往前面 複習一下 然後 就是往課程前面複習一下 然後 如果還是不知道的話 那個要跟我約時間啊 這個不能不會算喔 因為這個 這個非常的嚴重 好不好 好那 因為不會算 代表你不會推理啊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就是 那個 那個 到底那個 就是一個 卷機神經網路 從 這個 圖像 到最終有結果 它到底經過的 加減乘除 是怎麼樣的經過法 它只有有加減乘除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最大值啊 零捨趣啊 這些 這些動作而已 它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個運算工具囉 好來 在LXNet LXNet它 怎麼解決 這個 三大問題 三大問題是 那個 就是 梯露消失 權重初始化 跟過渡擬核 這樣可以嗎 來 權重初始化的問題啊 那個LXNet 完全沒有管它 他完全沒有管它喔 那個 那梯露消失問題 他用了 ReLU 對不對 那而且他 只有八成生 好 ReLU 是他主要在使用的喔 對不對 那個 呃 這個 這個 羅里承知不知道他還有做過什麼實驗 他有寫做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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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蛤 就是 T.A.H.M. 喔 就是你做了一些實驗 是不是 可是我 我沒看到後面的 喔沒有他只有寫一行 我有看到他有提到 喔對他有寫 他有做 他有做實驗 ReLU比較好 這個 好 最後一個過渡擬核問題 他的Dropout用了 不是他 除了用Dropout以外 他要用非常多的Data Augmenta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有沒有人那個 知道ZCA白花是甚麼了 李星你的表情很奇怪喔 你好像覺得 就是我只要 我只要講出來的話 就應該我教你怎麼做 對不對 當然是不可以這樣子啊 應該是你要花一點時間去研究啊 對不對 我當然是會做啊 好 這個 過渡擬核問題喔 這個 LXNet他的Data Augmentation的方法 這個需要大家去 好好的仔細研究啊 這個只要你可以做到他 做所有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在我們 到那個 下一張 下一頁之前 我們看下一頁好了 來 他的 他的 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呢 第一個 他的代解參數有多少 有六千多萬 對不對 他代解參數有六千多萬 那 主要都集中在全連接層部分喔 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會算這個 你就根本聽不懂我在講甚麼 來你看 他的捲基層花掉多少代解參數 這裡大概有 17K 307K 800多K 600多K 400多K 他的全連接層 這裡是多少 三萬多K 一萬六千多K 四千多K 所以說 前面五個捲基層 所有的代解參數加起來 也不及一個全連接層嘛 而且是最小的全連接層都達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代解參數 大部分都集中在 Fully Connected 上面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這樣子 你們覺得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還是沒有問題 你們覺得 好不好你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評估啦 可是我們換個想法好不好 這東西不是圖片嗎 對不對 啊我們為什麼要把捲基引入 我們為什麼要引入捲基這個東西 不就是我們覺得圖片應該要用捲基處理嗎 對不對 來再複習一下捲基有甚麼好處好不好 靈行 因為我發現每次點你都不會我想問你 捲基有甚麼優點 捲基在做圖的時候有甚麼優點 來講個 唉唷 太厲害了 我真的感覺到教育成功了 平易不變性好不好 這個 捲基的這個優點非常重要喔 所以說他Fully Connected 這一點 這個Fully Connected是在做甚麼 來 最後變12x12x256的時候 他Obsize是6x6x256 對不對 6x6x256 每一張圖 是不是被切割成6x6 這樣子 36格 對不對 然後每一格裡面包含了 256個特徵 是吧 按照他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那 這個樣子 就是 呃 在每個地區出現的像素 是不是就被 如果要做Fully Connected的話 這個位置的information 是不是就喪失了 或是不要說位置的information 喪失啦 是說這個 6x6 這36格是不是就變成像那個 呃 就是完全就是壓平了 完全沒有就是 空間結構了 這樣知道我在講甚麼嗎 所以說 如果有一個鼻子 如果現在是 在進Fully Connected之前 6x6x256 如果有一個鼻子 他出現在 呃 呃 呃 第一個Raw第三個Colon 跟第三個Raw第一個Colon 是不是意義就不一樣了 啊 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喔 可以接受嗎 我們沒有胡弄你喔 就是不一樣意義喔 因為他就是在不同的變相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樣子 我如果 我是不是只要 那個原始的圖片啊 我只要給他隨便平移一下 或者我把他稍微移動一下 他其實本來還是一隻貓 但是他的那個 重要的那個 Future的特徵 很有可能就 從 第一個Raw第三個Colon 跑到第一個Raw第二個Colon 對不對 他就旁移一格 然後意義就不一樣了 對吧 所以Fully Connected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 而且Fully Connected又是主要的 這個代解參數的集中的地方 所以說 我應該要捨棄 Fully Connected 然後大量的使用這個 這個捲機盒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們概念喔 所以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從2014年 Google Net奪冠以後 你會發現網路通常都只剩一個全連接層 後面的網路 後面網路比較重要的 好像沒看過這個Fully Connected有兩層的 因為他真的很浪費參數這樣知道吧 好 然後 第二個 這個捲機盒尺寸不一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用這個VGG VGG的這個Net 然後來解決他的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GG 到底是哪三個字好了 好不好 其實我也記不太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VGG 蛤 V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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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幾何 後面就不知道 對阿 其實我也記不太起來 好 我只知道他是牛津的 好 好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Google Net的網路設計 那這個 我們因為 我們為什麼要講Google Net 主要是因為這個 第一個 上次我們講過VGG 對不對 VGG 他把這個捲機盒變成3x3跟1x1為主 對不對 對 然後Google Net呢 他是一個第一個網路 就是全連接層基本上都不用了 如果你仔細去看VGG這篇Paper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還是把它點開來看好了 你會發現他的網路 在這裡 他下面是不是連續三層4D connected 這邊有多浪費參數 來 這個 這一層到這一層 這兩層之間 總共有多少個代解參數 海倫給你一個機會 多少個代解參數 4096的平方嗎 好 沒錯 4096的平方有多多呢 這個 大概有1600萬 所以他1600萬的代解參數 就集中在這裡 對不對 那這樣才一層呢 一層我就要花到1600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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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多不可思議啊 我懷疑Google Net 整個網路加起來都沒有1600萬 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 這個 Google Net 是我們第一個 我們覺得 他比較 按照現代觀念 來設計的 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結構 他的結構在這裡喔 這個 這個 他第一層進來是Data 他的Input Size 是 這個 十三 二二四 二二四 這個十是他的Bench Size 這個 這個 他的那個 Shape的這個尺度 跟R的 MXNet 在R裡面的MXNet 是反過來的 好不好 就是 那個 在R裡面我們不是說 他的那個 軸 是 舉例來說有四個 四個維度好了 他是3210 對不對 那在這裡 他呈現出來的是 0123 那從0開始 從那個 Bench Size那個 軸開始 所以他 Input Size是10 Bench Size是10 然後 24乘24乘3 然後 進來這個 捲機盒之後 這裡有所有他的參數 包括他的這個 呃 Kernal Size啊 Pad啊 那個 Stride啊 之類的 好 然後最後 接著這個 呃 他的Output Size 是這個 10 12乘12乘64乘10 他大概 這個 這個大概會看了嘛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會看的時候 你就一路往下 整個GoogleNet 參數總量是500萬 我剛剛沒有講錯 這個 VGGNet的其中一層啊 對不對 他的參數總量是 GoogleNet整個網路的3倍 所以可見那個 VGGNet 那個全連接層 真的是 非常的不必要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下面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 來這個部分 我們來 我們來找個 找個合適的人來解說一下 好了 好不好 硬主來解說好了 好不好 來 這裡的 這裡的Input是 Input Size 這樣是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大概解釋一下 你可不可以大概解釋一下 你可不可以 從Pure開始 從Pure開始到這裡就好了 從Pure開始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它 在 左邊這邊 它會用 一乘一的 原機器 然後加上RALU 就是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 它這個 一乘一 你說它一乘一 然後再RALU 是嗎 是 那這樣子 它的 Input 它這個 呃 好 那出來的話 是它的 Output Size 看起來是 欸 2828 640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這裡呢 這裡 這邊它是用3X3的 它是用1X1的卷機再用3X3的 然後它都有加 哦 這個是1X1的卷機嗎 對不對 林昕你同不同意它 它說 這邊是1X1欸 它說是1X1 然後這裡是 這裡是 是嗎 你覺得呢 你同意它嗎 你不要回答不知道 同意或不同意 二選1 蛤 你同意 這是1X1嗎 那旁邊 上面大大的字 不是寫3X3嗎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是1X1 嗯 林智 你有沒有 你同意嗎 沒有 這是1X1還是3X3 這是1X1還是3X3 它是1X1 它是1X1 再33 因為它那個 有3X3 它是1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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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講得非常好 而且這裡 Kernal Size 你們有看到嗎 Kernal Size 寫1啊 你們有看到那個Kernal Size嗎 因為我那個游標沒辦法指過去 你們電腦跑這張的時候不會出現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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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為什麼會這樣 那為什麼我就可以出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會出現啦 蛤 好 那 這是1X1喔 那這裡Kernal Size才是3喔 那為 它這個1X1 reduce 它是 它reduce什麼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講好不好 然後這裡是 先用1X1這樣5X5嘛對不對 那這裡 來這裡有趣了 這Pool 它是用Pool Pool了之後 然後再用1X1對不對 然後這幾個是 那個 就是把它串連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來 我們來繼續往下 這樣一個結構 我們叫它 一個Module 就是一個模塊 好不好 然後你看它的網路 其實是重複同樣的模塊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喔 好 它重複同樣的模塊 只是有時候 你看它最後變7X7了 好 那我們來講它最後是不用Fully Connected 對不對 那它最後怎麼處理 我們來看 來看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最後一層的時候 它是 7X7X1024 對嗎 可以接受嗎 來 在這裡 它做了一個7X7的Pooling 對不對 怎麼個Pooling方法 AVE Average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Max 是Average Average 起來之後 是不是變1X1X1024 好 來 我們來到這裡為止 我們來想個問題 來 從上面到這裡 到Pool以前 到這個 捲基圖為止 原始 原始的 Input Size 是 24X24 對不對 到了這裡為止 是 7X7 所以 它總共 Reduce了多少 Size 是不是32倍 它是不是Reduce了32倍 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今天 我 我先問一個問題 按照它這個結構 注意它這個結構 是 全捲基結構 好不好 如果我的Input Size 不是 224X224 如果是 舉來說 256X256 我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網路 到這裡為止 它可以接受嗎 第一個問題是 可以嗎 那如果不行的話 要告訴我 不行在哪裡 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告訴我 那它的Shape 是長什麼樣子 給你一次一個機會 不知道 No idea 映竹你覺得可以嗎 Yes or no Input Input 是256X256 現在是224X24 對不對 那如果 我把它換成256X256 那到這裡為止 第一個問題是 可不可以Walk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你回答 可以 那你要告訴我 Output Size是多少 如果你回答不行 那你要告訴我 那 不行 不行 不行的原因在哪裡 它哪一層不行 不行 欸 靈心 表現一下 Yes or no Yes 那到這裡Size 是多少 8X8X1024 是嗎 嗯 欸 靈心打對了 好不好 答案是可以的 欸 可以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是 到這裡為止喔 它是不是 可以接受 任意Input Size 不好意思 只要它的這個 倍數 它的那個圖像的那個 邊界的倍數 32的倍數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那我問一下 256X256可以 那224X256可不可以 凱傑你搖頭嗎 喔 你說可以 好 那靈心覺得可以嗎 那 所以你覺得 224X256是可以的 是嗎 凱傑的正確率也不是百分之百啊 對不對 你覺得呢 靈心 可以嗎 來 印竹可不可以 24X256 的Input Size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吧 好 我們來 我們來 我現在其實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 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個方法可以去驗證的 好不好 來 就是啊 我們先把這個model給讀進來 看著我怎麼做喔 首先你要先有那個model啦 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那個model的話 就沒有辦法 那個model的話 等一下那個有超連結 那個超連結我已經修好了 所以說你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好 先把它讀進來 model等於 mx.model.load 然後我把 Lesson9 裡面的 model 裡面的 我把這個 誒 誒 我這邊有InceptionNet嘛 對不對 好 第126代的 InceptionNet把它讀起來 好這個model讀進來了以後 我們之前不是說可以透過這個方法把那個嗎 我找一下喔 誒 好我們來這裡看好了 那個魚法 你看我也沒有記的很熟嘛 對不對 那個魚法 就是 有需要用的時候再來超就好了 好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重點 重點在這裡 我們要把中間抓出來嘛 我們要怎麼把中間抓出來 我們要用這個方法對不對 對不對 好 model裡面的 好 getInternal 然後我們看了之後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呃 在這個 這個output 我剛剛不是說到這裡為止 它可不可以對不對 好 那我們 那我們就到這裡為止喔 來 好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 myoutput myout 等於whitch 我要抓這一格 欸 靠 沒有這個 好 我的myout我要怎麼確認 這個myout 就是那一層的 那個 那個 就是到那一層為止的結構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mx.invership 然後myout 然後問它data等於 24 24 24 3 呃 假如說12好了 然後out shaps 好它告訴我是7x7x1024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那如果這裡改成256勒 8x8x1024對不對 如果這裡改成 256x24呢 8x7x1024 所以它是walk的喔 好不好 它可不可以不是 它可不可以不是這個 32倍數 9x5 你覺得可以還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 只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舉例來說 256 256就是8了嘛 255呢 255也是8 那可能要一個比較240 如果說 如果說它的這個 不管它的size是任意的 它似乎好像都可以捲出 捲擊出一個 NXN 對不對 不過 當然啦 如果你的這個size跟32 不是32倍數的話 它某一些地方就會捲不完整 有可能它pool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實際上它就是 沒有那麼多個數字去給它pool 這樣大家懂 所以原則上 如果我們全捲機的網路 它是真的可以接受 任意size的input 只是說 如果 為了方便 為了這個 網路運行的這個準確度 一致性的話 我們希望 我們會resize成 假如說 以這個網路 它 刀 刀sampling的size 是32倍數 我們就會把它resize成32倍數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到這裡為止 是可以 是可以 這個 是可以全部這個 任意size都可以接受的 那pool pool這裡是7x7 對不對 那pool的7x7 如果進來是8x8 它當然就不方便用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可是那我pool 可不可以8x8把它pool起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啊 我的網路啊 我的網路變成 nxmx1024之後 我到了這一層 要接最後一個4D connected之前 其實我可以把 那個nxm 全部都把它平均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我的網路 就可以接受 任意size的input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個非常重要喔 為什麼捲機 之後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說 捲機網路可以接受 任意size的input 任意size的input 除了是捲機盒的重要 捲機盒它 這個 它有這個效果之外 可是捲機盒 並沒有辦法固定特徵 長度 捲機盒可以接受 任意 input size 可是它的出來的 長度也是任意的 那它還需要Pool的合作 那個Pool的合作 一定是 什麼 全部 對全部一起做 什麼max 或 Average 這樣子的話 它才有辦法做這個 任意長度的 任意 輸入的 這個input的預測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 我們把全連接層去掉以後 到這裡還有這個好處 我們最後一層用這個 Global Pooling Global Pooling 不見得是7乘7 我們這裡7乘7 可以把它改成N乘N 沒有關係 不過有一個問題 它在虧禮的時候 的確是可以接受任意 input size 可是它在 訓練的時候 它在訓練的時候 不太方便 接受任意input size 是不太方便的 訓練的時候 可能是要 固定input siz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個 訓練的時候 如果你 如果你 這個 任意input size 的話 你在mxnet 你會寫底層嗎 對不對 那你就等於要把這個 執行器 好多個執行器 可不可以這樣子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你覺得說你第一次 第一個bench 訓練的時候 是用24x24的圖片 第二個bench訓練的時候 是用256x256的圖片 這樣也可以 不過這兩個執行器 它在記憶體裡面 佔的容量 都是分開的 可能是一個是GPU1 一個是GPU2 你如果會寫底層的話 這件事並不是太難辦到 這樣懂意思嗎 不過這個就是 這個不見 這個 在 圖像分類的時候 很少用到 不過 之後我們在做什麼 圖像識別的時候 物件識別的時候 這個 技術就很常會用到 好 那 那 它的代解參數數目 我們就 我們就這個 呃 我們就 跟著算一下 這個 Google Net 它不是只有手機全連結成 它利用1乘1的卷機合進行參數壓縮 那個剛剛我們那個印竹就講到了 它是先用1乘1再用3乘3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計算一下它的這個 代解參數目 一個 Input Size是28乘28乘256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它的代解參數 如果照這個樣子的話 它是 69萬個代解參數 如果進行了1乘1的壓縮 這樣子的話 它的代解參數大概會只剩下 這個 大概會只剩下 這個 一半 就是34萬 好這個計算的方式啊 請看我這裡寫的 這個理論上 你應該要非常熟練的可以去計算 好 那 我來問一件事情啊 這個1乘1的壓縮效果 這麼好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來一個比較誇張一點的例子 我如果說我這裡的1乘1 如果它的 Number of Fighter 是等於1 如果等於1的話 這樣它的代解參數有幾個啊 它的Input Size是28乘28乘256 然後它這裡的1乘1的 Number of Fighter是1的話 這裡的代解參數有幾個 你已經算給我好不好 你不會 所以 我上次 要你那個 Inference LENET 你沒有做對不對 你有Inference LENET嗎 第六課了的 你有做 啊你不會算 你有做 我幾乎不敢 我不敢相信你 有做過 然後不會算耶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你到底怎麼做的 所以 那個 In主 這邊如果 Number of Fighter 是1的話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 那我的代解參數這邊要幾個 在這一層代解參數要幾個 28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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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乘1的卷積核 所以是1乘1啊 1乘1乘多少 乘1 所以只有一個代解參數喔 這麼好 這麼好 LEN字 回答一下 這邊幾個 1這個數字說出來你們自己都不敢相信 你自己也不敢相信嗎 當然是 這邊有個256啊 他前面有256張特徵圖 他要整合那256張特徵圖 好不好 1乘1乘256乘1 好不好 他媽的 你們這些人一定都沒有 一定都沒有 INFERENCE LENET 把你們回去通通都從 欸 我跟你講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 等一下練習題 一定都要給我做出來 好不好 LENET不用做了 等一下練習題做得出來就好了 等一下你們看到練習題 你們就知道做什麼 好不好 來 1乘1乘256乘1 那這裡咧 那這裡 如果我們照原來的 也是 3乘3 然後192個FIGHTER 因為他如果192個FIGHTER 之後 賽才會一樣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 捲擊核數目是不是 3乘3乘1乘192 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節省了非常非常多參數嗎 那為什麼我的壓縮 我這裡 1乘1不要FIGHTER只有1就好了 你們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如果 我size不會改變啊 我這裡的64把它改成1 那這整個 module 它的size是不會 它的 shape是不會改變的 中間改變而已 但之後就回去了 所以我這裡如果把64改成1的話 好 可不可以接受 海倫回答一下 很久沒有點你了 yes or no 如果no的話請講出理由 蛤 跟不上嗎 印竹印竹 可以嗎 1嗎 1可不可以 這樣很省參數耶 蛤 訓練好像太少 資料好像太少 資料好像太少 而且他 他 他的特徵圖好像有點太少 那1不行 那5可不可以 凱傑1可不可以啊 蛤 實際上什麼 實際上可以 呃 什麼叫實際上可以 聽起來你好像意思是說 呃 什麼原則上可以 但實際上不行 之類的 那原則是什麼 哈哈 喔這樣的網路結構本身沒有問題 你想怎樣 那實際呢 FutureMate太少 FutureMate太少 對所以不好 是不是 對 林姓你同意嗎 同意凱傑講話嗎 蛤 同意嗎 你現在是不是在腦袋裡面默默的評估 凱傑講話正確率有70% 我自己想的正確率大概只有60% 所以說我還先同意再說 你其實並不是在真正真想我的問題 你是不是在這樣想 好吧 這個其實就是FutureMate的確壓的有點太少了 這個還原回去看起來有還原啊 實際上 你把中間 你可以想像就是你在做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1x1的卷積核 跟33的卷積核合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多層感知機卷積核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多層感知機中間 如果 他有某一層隱藏源 只有一個神經源 那他要怎麼做特徵工程啊 他怎麼做特徵工程 他沒有辦法做特徵工程 他直接做預測啦 這個預測再怎麼轉換 都不可能再轉換成 這個訊息的損失非常嚴重了 而且知道吧 所以這個Number Fighter 絕對是不可以壓的 壓縮的太誇張了 好不好 這邊有原則啦 一般來講 很少有壓縮四倍以上的 比如說256x256啊 他極限大概就是64x64 幾乎沒有看過壓縮超過四倍的 幾乎沒有看過 很少的狀況而已 只有壓縮超過四倍的那些特例啊 大概只有在DanceNet裡面有看過 為什麼呢 因為DanceNet它的特徵 真的是重複再重複啊 所以DanceNet有看過它壓縮超過四倍的 但剩下所有網路幾乎沒有看過它壓縮超過四倍的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概這個 大家已經知道嗎 這Convolution加Reliu的這個組合 我後來會變成Convolution加BN加Reliu 對不對 我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可不可以Reliu之後再BN啊 我們來問一下好了 來 凱傑你覺得可不可以啊 這三個順序是可以隨意的嗎 還是說 不能Reliu在BN為什麼 他做了飛行轉換啊在BN不行嗎 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不能 不然我們 請那個 一個一個點名好了 來 那個 覺得可以的 舉手嗎 好不好 覺得可以的舉手 覺得可以先Reliu再BN 好我們把Reliu 你如果懷疑那個Reliu會變0啊 對不對 這不好 那我們換個講法 可不可以先非線性轉換在BN 就是不要用Reliu嘛 對不對 因為你嫌那個Reliu 有些人可能會講出這種理由啊 就Reliu完之後會變0啊 對不對 那這樣 我在BN這樣子非常奇怪 怪怪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不要Reliu了 就是 就是一個非線性轉換 而且這個非線性轉換還是對稱的 對不對 可不可以先非線性轉換完 再BN YES or NO 好不好 YES的舉手 NO的舉手 欸大家都覺得是NO欸 好吧 沒有人要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啊 如果我來回答的話 是 跟剛剛那個答案一樣 原則上可以 基本上你這樣 這樣設計那個結構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個還是可以RUN 那實際上為什麼不行呢 實際上為什麼不行 或是說不要講不行啊 實際上他差在哪裡 Reliu 你要不要講講看 我記得裡面是被問過 對 為什麼 他差在哪裡 如果先非線性轉換 再BN 因為BN的目的 是要把Kabushin出來的那個 特徵做NO RICE 所以他 原則上他希望 保留Kabushin出來的那個分布 再做非線性轉換 再做非線性轉換 喔 講的我覺得差不多對了 之前你看到這個樣子 那個非線性轉換函數 我們如果不講Reliu對不對 我們講個 我們隨便講個 舉例來說 用這個 呃 就是 Sigmoid 那Sigmoid 你先 convolution完之後 那個數字是不是有時候會 幾乎都是 證一千 有時候幾乎都是負一千 他過了Sigmoid 是不是 有時候就通都變1了 或通都變0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時候你在做BN 完全沒有E 幾乎都 所有E一起 減掉平均值 出去表演X 沒有表演X 對不對 大家數字變一樣了 所以在訓練的初期 尤其是訓練初期的時候 常常有這種事情 也許因為你權重初始化 的這個 方法可能有問題 或是你運氣不好抽到一個 不好的權重初始化 導致你的輸出結果 通通 在經過非線性轉換之後 通通都被搞成同個數字了 非線性轉換 弄成同個數字 這種事情非常常見 好不好 那這個時候 你在做數據標準化 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對不對 這個完全沒有幫助 這個T度消失就這樣發生了 所以說 那你先BN有什麼好處呢 你先BN 你至少 因為大部分的非線性轉換函數的 重要的轉折點 都在零的部分 都在零 如果SIGMOID input的零 進去給它 出來就是零點五 對不對 那這個 radio也是一樣 它至少一半的數字 會被保留它的特徵值 所以說 先 非線性轉換再BN 它主要的缺點 其實是 你的BN的好處 就被丟掉了 這個BN這一層 變得可有可無 對不對 因為BN本來就是要來幫助你做數據標準化 結果你先做了 飛行運轉換 那再做數據標準化可能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因為它很有可能 T度已經消失了 傷害能造成 好 這樣大概懂意思了嗎 所以這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 就是 不能先飛行運轉換再 在BN 或者說盡量不要 好不好 就是 你真的做這件事 會不會就不walk 很有可能也是walk 對不對 因為不加BN 有時候也會walk 對不對 但是 這樣你就享受不到BN的優點 好 那這個 繼續我們往下 所以Inceptionator 給我們的啟示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樣子 就是 第一個 全卷機的網路 所以我們叫 全卷機的網路 大概在2015年以後 大家基本上都這樣設計的 只有最後一層 用Average Pool 然後把它弄起來 以後我們在做 後面的Object Detection的這個 任務的時候 基本上整個網路也是全卷機網路 任意Input Size 都可以拿來做預測 好 那第二個 給我們的啟示就是 他把這個 就是這個 他用 就是一個Module來做連續結構 對不對 然後Repeat那些連續結構 然後繼續做 對不對 好那 他唯一的問題 或者不能說唯一的問題 他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用到後面那個 解決T路消失的那些方法 對不對 對不對 ResNet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 他要怎麼做的 好 注意ResNet在做的時候 這一個 這個Bottleneck結構 這個瓶頸結構 他就是壓縮參數 因為 ResNet 出來了以後 網路可以變得非常非常深 對不對 並且還有什麼 ResNet還有什麼特點 如果你 仔細看一下我們在第七課講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第七課 如果你仔細看一下我們第七課講的東西 ResNet 他的 做法 其實 對最後一層先做線性預測 剩下的再一點點把殘差學起來 所以他的每一個Module 效率都沒有之前的好 之前是直接把他做特徵工程 現在是Based on本來的結果 然後再加上個特徵工程後的東西 所以他的修正沒有辦法非常大 他對結果修正 對每一個Module來講是弱化的 他每個Module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他用深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說 他對於一個很深的ResNet來講 他希望盡可能節省 他的Module的參數 所以他在Module裡面 他會先壓縮 再還原 保證 為什麼要還原 因為他是要用加法 加法有什麼需求 Shape要一樣 Input Shape跟Output Shape要一樣 Input的Number of Future Map 是256 出來就要256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他用1x1壓縮 再用3x3卷機 再用1x1還原 這個是最省參數的結構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Bottleneck結構 這個可以嗎 之後的網路大量運用Bottleneck架構 可以接收嗎 好 DanceNet DanceNet 除了Dance Connection很厲害以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對於一些比較簡單的圖 還有比較難的圖 比較簡單的圖 他很有可能用淺層的結果 就可以做預測了 比較深的圖 他用比較困難 他可能要比較深的結果 才能做預測 DanceNet 重複使用每一層的結果 直到最後一層他都可以 直接看到第一層的預測結果 所以可以直接拿來做預測 所以這樣他就可以在最後一層的時候 同時使用 從第一層到最後一層的所有特徵 然後拿來做預測 所以這樣他就可以同時分類 簡單跟難的任務 並且他不需要滿足加法的 這個形狀一致的規定 所以說他的參數更節省 這樣知道嗎 好 好 那這一個 注意我們這邊算個東西 舉例說一個 具有Battleneck的ResNet Input Size 28x28x1024 經過1x1x1024x256 一個壓縮之後 再一個3x3 再一個還原 他總共需要100多萬個參數 但如果是DanceNet呢 他通常要求固定輸出16圍 這就是我剛說DanceNet幾乎都壓縮超過4倍的原因 為什麼咧 因為他前面那些維度大部分是浪費的 大部分是浪費的 這樣知道嗎 因為我到了主要第20層 前面第1到19層的預測結果 我都看得到 所以他大部分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可以用比較少的 這個 我可以壓縮的大一點 因為反正訊息不斷的重複利用 所以他通常可以壓縮到 主要說一個Input Size 是28x28x1024的 他會先經過一個1x1 通常是33或1度的4倍 所以通常會先經過一個Fighter數是64的 然後接著再經過一個3x3 3x3就是16的 那整個網路 整個Module就只需要7萬個參數 所以DanceNet比DanceNet貴上非常多 就是他的代解參數量貴上非常多 但是 他的運行速度不見得比較慢 消耗的RAM也不見得比較大 這就是 這個 這個是電腦的問題 串聯這件事情本身 會複製 會複製這件事情本身 在電腦裡面並不是直接把它合起來 而是開一個新的把它放下來 但是他的代解參數小 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一路到這裡為止 我們今天上課大部分都在講理論 我們講了一個小時 到底講了多少東西 來 首先 總參數量相當的狀況量 升加載大於淺加寬 ResNet做出來的 所以大量運用Bottleneck架構 然後把整個網路的參數做壓縮 然後用ResNet的結構去深化那個網路 然後第二個 InceptionNet告訴我們1X1的卷積核 非常好用 Network與Network這篇Paper同樣的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 用Module的形式在中間循環利用 好 避免T度消失 然後 最後 整個網路盡量都使用卷積層 最後一層使用Global Pooling 這個剛剛我們就學到了對不對 然後 網路的特徵數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幾乎都是有少而多 沒有有多到少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網路的特徵數要有少而多 我們先講好了 覺得有少而多 這個 這樣問就沒有意思了 因為你們沒有看到有多而少的網路 對不對 所以問你們的話你們一定都會選擇有少而多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那 舉例來說第一層 它的input size 它的fighter size 應該要多少才是合理的數字 還是只要我GPU RAM夠大 其實我的第一層的input 的fighter數目 可以1024都沒有 無所謂 我們看大家好 我們都大概就64而已 那這個數字可不可以再多一點 來我們來開放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這個數字到底多少比較合適 這問題有點難 我們羅里生回答好不好 來第一層 第一層的網路 就是網路的整個網路的第一層 一 它是64個fighter 對不對 多少個到chatdown 上限多少比較合適 你覺得第一點是 要看那個 對速度的有沒有要求 因為進來的時候是圓圖嘛 所以它的size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你feature的速度多的話 它運算速度會稍微 喔你的角度是這樣強喔 我們如果不討論那個運算速度 那那就是 1024也可以 因為前面通常是第一層的特徵嘛 後面是高級的特徵嘛 所以 第一層的特徵你要比 高級的特徵還要來得少 那 應該是講說就是 呃 你用線條或者是 曲線 集合成後面的高級的特徵 所以前面的其實理論上 第一層的特徵 數目不需要太多 可是 數目要多少 這我真的覺得用踹的耶 好 來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來 這個問題齁 這個問題 如果你 可以非常熟練的話 這個問題我以前回答非常不好 我們先講好了 那這個問題要這個樣子來想齁 好不好 來 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 今天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邊 就一個 標準的多重感知技巧 X1跟X2 X1跟X2 然後啊 這裡 假設 假設這裡有四個 第一層的這個 就是有四個 有四 這個第一個隱藏層 有四個這個 就是 神經元 假設就四個 這我定了 那我們在最理想的狀況下 最理想的狀況下 這個 這四個神經元 它的初始參數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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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1 2 2 2 所以我們總共有八個代解參數 對不對 在這一層的時候總共有八個代解參數 可以接受嗎 這八個代解參數 最理想的狀況下 最理想的狀況下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特性 來這邊總共有代解參數 1 1 1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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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4 4 總共這四個的話 這個代解 這個他 假如說他後面這個要哪些特性 他的權重初始的話 權隨機好嗎 或者我們來換個講法好了 假設 我現在權隨機喔 我現在就是initio的代理函數喔 initio的代理函數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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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0.5 0.5 0.5 這裡也 欸 這邊0.5-0.5 這裡也0.5 -0.5 然後這邊假如說是 -0.3 0.7 0.2 0.8 好 這樣的代理函數是不是有問題 如果權重初始化成這樣是不是有問題 有問題在哪裡 這兩個重複了對不對 這兩個重複代加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兩個神經元可以合併 我們上 我們之前就已經學到了一件事情對不對 這個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 如果說這個 如果說這個這個 兩個神經元 他的初始參數一模一樣 那他就永遠分不開啦 這可以接受吧 因為 在T2回傳的過程中 他們永遠都往同樣的方向更新啊 所以 這樣子的狀況下 是我們不想要的 所以我們的初始參數要有什麼特性 我們希望 每一個神經元的初始參數 分得越開越好 最好代表不一樣的東西 對吧 如果你有這樣概念的時候 在 僅有 四個的狀況下 我的初始參數 會希望 這一個 假如說是正正 這一個可能是正負 這可能是負正 這個可能是負負 這樣子 任何一種 正負相組合 我是不是都有運用到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把它畫到圖上面來看的話 這四個點 這個是 這是 這是 那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下 最好的 他們分得最開最均勻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至少要填滿這四個空間嘛 對不對 就都有 這四種特性工程的方式 我都可以用 這樣可以嗎 那我當然可以在這個點周圍 在 主要說再偏一點啊 然後在這裡啊 這裡啊 類似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希望四個向線都有 如果說我的所有點 都集中在同個向線 這樣好不好 不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不好喔 這樣不好 好 如果你知道這樣子不好的話 你就知道說 那 如果 我 有四個的時候 我希望這樣分配 那如果八個的時候 我希望怎樣分配 我希望一個向線有兩個 可以接受嗎 大概可以接受嗎 如果先生聽得懂嗎 可以接受齁 林心你聽懂嗎 真的可以嗎 好 如果我們希望一個 如果我們希望 呃 至少要有 就是如果我們希望就是 舉例說 呃 八個的話就是每個向線 至少要兩個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 呃 三個跟四個看起來有明顯的差別 因為正負號這個是很大的 很大的差別 很大的差別 那四個跟八個差別有很大嗎 是不是沒有很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是不是就沒有很大 旁邊筆 你如果知道這件事情 後 這樣有兩件事情 你就知道了 第一個是 我 如果有一張圖 我現在是一個彩色圖 它是224 乘224 乘3 這樣的Input Size 它的 它如果下一個卷積核 是一個 7乘7的卷積核 好了 它這邊弄7乘7的嘛 對不對 7乘7的卷積核 然後成語 然後它有64個 對不對 那我希望這個7乘7的64個 好我們這邊改用3乘3好不好 我們這樣 我們先用3乘3來看 它的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有64個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希望這件事情啊 舉例來說 對於第一個來講 對於第一個 假設我只有兩個 假設我這邊只有兩個 3乘3乘2 兩個 我是不是希望這裡是 正 正 正 負負負負負 然後這裡希望是正 跟它至少是反過來的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它初始的權重 我希望他們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在兩個最遠的地方 大家懂的意思嗎 來 我現在回到這個圖來看 如果今天 我的優化終點 我的優化終點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假設我優化終點在這裡 我一開始 如果都集中在這裡 我一開始兩個點 如果都集中在這裡 它是不是就要跑很遠才過來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我一開始點在這裡 那如果我一開始點在這裡 當然運氣很好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訓練網路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運氣主導線 原則上我們不希望運氣主導線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每一次不管怎麼 怎麼隨機初始 最終我們要優化到 結果都不錯 都要花差不多的時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知道 你的初始的紅點 我會希望 它永遠都在 永遠都在對側 永遠都在對側 這樣知道嗎 我希望它永遠都在對側 因為它永遠都在對側 永遠都有一個比較容易優化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難優化 到一點沒關係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就是初始化 這是人種初始化 問題喔 好所以說 我現在知道 如果我有兩個的話 我就要這樣排 就是 我希望它的正負號 是完全錯開的 對吧 我的fighter數目 正負號是完全錯開的 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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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一個它的 一個格子 它是不是有正跟負 兩種可能 如果你把它排成那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有九個格子 所以所有的正負號組合的fighter 是不是有二的九四方格 五百一十二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是 如果是這個 呃7乘7的 那就二的四十九四方格 正負號組合 好當然啦 二的四十九四方格 它在空間中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密 這樣知道嗎 它的空間中的密度 正 我 二的 如果我今天真的創造出了 二乘以二的四十九四方個點 如果你覺得不好算的話 我們這樣算就好 二的九四方個點 就是你在九度空間中面 然後每一個都是正負號錯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的第一個點在哪裡 是不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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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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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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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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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6 所以你的點就是禮負一負一負一對不對 所以是多少 是不是 更號 這個2 這相減2的平方加2的平方 2的平方乘以9 才更號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他如果今天只有兩個點 然後我要讓他像剛剛那個樣子 最遠距離 他的距離就是 2的平方乘以9 所以是2乘以3 總共距離是6 距離是6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啊 你就可以按照這個想法 按照這個想法 你就可以去拼出 你就可以去拼出什麼 如果有4個點的時候3個點不好想 那我們想4個點 4個點的時候他最均勻的狀況下 他最均勻的狀況下 這兩個最接近的點 他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他的這個距離啊 在你給 這邊是NUMBER OF FIGHTER 這邊是 這個是最短距離 最開始的時候是很大的 最開始的時候是很大的 然後你給 你給他點越來越 越來越這個 就是你給他的FIGHTER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裡會 他有個遞減狀況 他到最後會遞減的非常非常 會幾乎 多給一個點幾乎沒有意義 你想想看給他2的9次方的點 跟給他2的9次方減一個點 就是少填一個點嘛 他的最近距離恐怕還是那個樣子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會找到一個最適當的 就是到一個地方 斜率就幾乎不動了 然後我們到那裡為止 我們就 FIGHTER數就固定在那裡 斜率你現在覺得那個試出來了 所以這64真的是這樣得到嗎 64也是一個經驗數值阿 因為 你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你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他都要2倍的FIGHTER數 他才可以降一倍 因為他要2倍的FIGHTER數 他可以多填滿一個種 對不對 所以64當然不是這樣試到的阿 但是問題是他的數學概念在這裡 那並且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權重 絕對不可以隨機初始化 為什麼 因為你希望 你初始化出來的權重 滿足這個特性 對 你希望第一個FIGHTER跟第二個FIGHTER 你在產生亂數的時候 他正負號要錯開 正負號竟然要錯開 他鐵定就是一個均勻的分布 而不是一個亂數分布 大家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他在產生權重的分布 就絕對不是真的在一個隨機分布 隨機抽到裡面抽喔 假如說如果我今天要出現2個 我今天要出現2個FIGHTER 我真的希望他的順序是 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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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然後這是前面9個嘛 對不對 第12開始 剛好正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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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發現這裡剛好跟這裡是錯開的 所以他一定程度的均勻分布 所以他權重初始化的時候 權重初始化的時候 他可不希望太隨機喔 這樣知道嗎 因為你隨機分布 如果你真的是全隨機的話 那這個正負他出現 絕對不會那麼均勻 這樣知道嗎 可是 可是如果 在之後 如果在之後 他的 如果他每一次都是剛好這樣子 一正一負一正一負 他在下一個開始這裡又是 在下一個 他要產生下一個FIGHTER的時候 又是負正負正 負正負正 那這樣這兩個FIGHTER我們就重複了嗎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要做權重初始化的話 我今天真的想做權重初始化的時候 我最懶惰的方法就是權隨機啊 就會有一群人在研究說 我要用什麼函數 去產生這個隨機速裂 然後讓他在無論哪一種尺度之下 都保有正負號交錯 然後樣的空間有分割的點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如果不用 Tense Funding做隨機初始化的話 這個 這個 概念 這樣子 我需要 我需要保證我的那個初始化參數有什麼特性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的初始化的能力 理論上就會比這個 完全隨機的好 好 來 那知道這裡為止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 練習題 我們今天的練習題喔 這個 我會花 我們花比較長的時間啊 但這個練習題還蠻複雜的 我們 呃 我 我們因為上課已經上很久了 所以我們決定啊 給大家這個 十分鐘的時間 從頭貼到尾 從頭貼到尾 從頭貼到尾喔 好不好 但是回家的時候 一定要這個 一定要 不可以看答案的狀況下 首刻 好不好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們那個 才會真的學到說 Inception module的這個 推理過程 好不好 這個推理過程非常重要啦 好不好 這個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你可能根本就 呃 你對選舉網路是非常不熟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了 答案我們就不貼啦 這個 答案希望是 你們可以自己做出來啊 那個參考答案都有了嘛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來講一下 這個 過了剛剛那些 有了那些剛剛那些觀念之後啊 我們後面的網路要怎麼樣設計 我們後面的網路啊 我們來先來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在後面的網路出來之前 注意一下後面的網路喔 我們的 著重點在輕量級 注意一點喔 在前面的 前面的這個網路架構 我們叫大型的網路架構 為什麼 因為 在2015年以前 那個時候 人類還沒有比AI強嘛 對不對 至少在Resnet出來以前 是沒有 是 呃 那個 AI好像還沒有辦法超過人類 所以那個時候的研究啊 大多強調準度 為了準度不惜一切代價 可以用1000顆GPU把那個網路訓練出來都沒有關係 那個網路可以大到說 像那個AlphaGo一樣 然後下一步棋要花掉3000塊錢 這個沒有關係 就光電費就要花掉3000塊這樣子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準比什麼都重要 好可是問題是啊 實際應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並不是所有地方 都可以接受這麼 就是這麼大型的網路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舉來說在 以這個醫療領域來講 醫療領域大概是 比較可以接受大型網路的 因為大概沒有什麼東西齁 的運算需要急到說 一秒就要給答案 一個人放在那邊 他就算快死了 往個5秒去處理他 5秒好像也是一個非常短的數字 那真的是不要講5秒啦 往個5分鐘處理他 他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有什麼病是那種 5秒不處理他就會死在你面前嗎 沒有嘛對不對 如果5秒不處理他就會死 那他通常大概5秒之內去處理也會死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在醫療領域裡面 你們可能比較 就是 如果你們之後研究是要做醫療領域的 大概輕量級網路跟你們沒什麼關係 跟你們想一下 如果你們今天要做的是這種 就是 舉來說 做這個 自動駕駛車好了 那你覺得你那個 車子啊 在運行途中 你覺得你有可能 放一台這個 放一台這個 舉來說 吃電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 怎麼電費 一秒鐘要花到3000塊的 這個機器在你的車子上嗎 不可能嘛 如果那些電的話 我把那些電拿來驅動我的車子好了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把那些電拿來 我怎麼可能把寶貴的電力拿來做運算呢 對不對 做這麼浪費的運算 那 或者說 我有沒有可能連線 realtime連線到雲端伺服器 結果我照完 我前面的影像傳到之後 realtime連線到雲端伺服器 由雲端伺服器幫我做運算 然後再把結果傳回來 這當然是不太可行嘛 對不對 先不要考慮斷線的問題 網路傳輸速度也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說 不可能嘛 對不對 而且你們知道 如果你時速大概100公里 如果你時速100公里的狀況下 這個 你一秒鐘可以走幾公尺 你們可以馬上算出來 他一個小時可以走10萬公里 一分鐘 那個3600秒對不對 一個小時3600秒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一秒鐘可以走30公尺 時速100 你在高速公路上 一秒鐘就可以走30公尺了 如果你的model 每一秒檢測一次 30公尺外的人 就一定會被你撞到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 必須保證我的model是小的 這樣我運算速度才會快啊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網路的 輕量級的網路啊 就是希望說 我用很少很少的這個 運算 就可以幫助我 這個就是 就是 得到我的最終結果 那我 當然 我是願意付出一些 準確度的代價的 不見得要那麼準 沒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哪些方法 可以來壓縮這個 壓縮這個代解參數 就是 我們原則上 我們先想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我們先不要考慮這個 因為我們對這個電腦不熟嘛 對不對 不要講你們不熟 我也沒有那麼熟啊 對不對 這個實際上 記憶體怎麼運算我們不管 可是這個代解參數多 顯然就是要 顯然就是會算比較久 這個大概 邏輯上是可以接受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 我如果可以壓縮代解參數 那大概 我的這個網路的運行速度 就會比較快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的想法是 我現在要盡可能壓縮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吧 那我盡可能壓縮代解參數 我們首先 我們除了透過一乘一的卷積核之外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啊 是這個 運算 需要的資源 這個X軸是運算需要的資源 Y軸是準確度 呃你可以看到 這個 VGG19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2014年的那個網路 你看 他所消耗的運算資源是最大的 而他的準確度呢 比他高得多得多得4 對不對 啊為什麼他這麼 這麼 永種 因為他 用了全年階層嘛 對不對 這個我們知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越左上角是不是越好 代表他用了很少代解參數 但他的準確度很高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看到最左上角的 有幾個 哪些點呢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 Inception Version 3 是這個點 Inception Version 4 在這裡 Inception Version 4 是這個 整個所有網路裡面最準的一個 是 因為他統計的沒有很多啦 這個圖大概就統計到 2016年左右而已 好不好 那 那 ResNet跟Inception Net比起來 這個 ResNet本來就 比較浪費運算資源 這個 因為他沒有特別優化過嘛 對不對 他主要是提出那個 提出那個 就是 欸 就是那個 那個 Residual Learning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Inception Net 他其實啊 普遍都不需要太多代解參數 那為什麼他可以 不太需要代解參數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的代解參數量會少呢 他 他的Inception Module有什麼強的地方 這個地方馬上要回答很難 來我們來看一下 Inception Net 他 節省參數的原因啊 其實因為 多通道的設計嘛 多通道的設計 為什麼好 這個跟Dense Net 節省參數的原理很像 為什麼 因為他之後的最後一層 覺得說他的Output Size 假設想要是256圍 他前面有四個通道的話 他可以每一個通道 貢獻26圍 再把他 串連起來 那前面的每一個通道 假設只貢獻 24圍 他64圍 他的代解參數的數目 是不是就馬上只剩下四分之一 因為最後一層 要出去的那個 Fighter 代解參數 算代解參數 是要乘上那個 最後的那個 Fighter數的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很像 Grooper Convolution 所以說 他是通過 這個 多通道的設計 然後啊 這個 這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這個 ResNet是這個 2015年 那個 Microsoft的Team 拿下冠軍對不對 河凱銘做研究嘛 對不對 那 那個Google的Team 是這個 2015年的亞軍嘛 對不對 他們那個時候做了 Inception Version 3 然後被 Recedure Net 狂電嘛 對不對 那狂電完了以後呢 他們馬上就學會了 對不對 然後就使用這個 然後就把這個 Recedure Net 的 idea加進去 產生 Inception Version 4 然後準度又更高了 好 那 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何凱銘的話 你要怎麼辦 被超過就被超過了 是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他馬上攻擊一下 Inception Net的弱點 他弱點在哪裡 他覺得啊 這個 Inception Net 他這個Module 欸 他說把這個1x1 3x3 5x5 跟 這個Pool 全部合在一起 Content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要有個7x7的啊 欸 可以啊 為什麼不能有個7x7的 啊 為什麼 除了7x7 而且 這個這樣做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7x7以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欸 這個之前那個 VGG他們的WALK 不是說那個3x3就夠了嗎 對不對 你去設計那5x5幹什麼 對不對 當然啦 那個Inception Version 4的時候 他把5x5拆成兩個3x3了 對不對 但那個3x3有那麼必要 那2x3有那麼必要嗎 那2x3有那麼必要嗎 好像也沒那麼必要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啊 這個 我實際上可以 改成這個樣子 我也用多通道 可是我的多通道啊 我的多通道變成這個樣子 我這邊 拉出4個 4個 這個壓縮很多嘛 可是沒關係 我這邊有很多個嘛 對不對 然後 我把它加起來 他比較喜歡用加法 因為他 他的那個resonator就是用加法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原始是 壓縮成64 64 然後64 3333 64 然後再64 再還原成256 然後出去加法 他現在變成 先壓成4圍 之前不是說 不可以壓成1圍嗎 對不對 那他壓成4圍 是不是也有點太少了 可是他這邊有32個 他重複32次 所以他的4 總共乘以32 他總共有64圍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總共有128 然後 這樣子的話 他的總代解算數還比這邊少喔 你可以仔細算一下 因為這裡是256 乘1 乘1 乘4 乘32 然後加上 4乘33 3乘3 乘4 然後這裡 4乘1 乘256 這個 32 他總代的算數還比他少喔 這是他 這是他這個 就是 新的這個module厲害的地方 那他認為啊 每一個 每一個都分開就好了 對不對 不過 仔細一看這個結構 他才發現一件事情 那我這裡用加法 我可不可以用串聯的 如果串聯的話 這邊256 是不是又可以更節省參數 因為要還原成256 所以我的這裡 我就可以不要 我就可以變成256 除以32 這樣可以結什麼 變16 欸不 變8 這樣可以這樣 喔我8再把它contact起來 這樣8除以32 又是256了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直接相加啦 所以他把他改成串聯的 欸他把他改成串聯的之後啊 他發現了什麼事情 啊靠 那這不就是group的捲機嗎 這group的捲機 不就是前面那個alexnet用的那個東西嗎 那來我們再回頭看一下group捲機是什麼東西 group捲機不就是 把它分成很多組嗎 然後 每一個最後再把它contact起來 不是嗎 再把它串聯起來 欸他搞了半天發現 欸這就是group捲機嗎 欸這個圖啊 這個圖是真的出現在在他的paper裡的喔 不是他的思路就是這麼跑的喔 搞了半天他發現自己在做group捲機這樣子 好所以說 欸 那這不就是group捲機嗎 那如果這是group捲機的話 那事情很簡單啊 我只要去測試一下這個group 到底最適當的數字是多少 這個group可以壓縮參數嘛對不對 那當然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缺點是那個我沒有辦法 我的那個訊息不共享嘛 對不對 訊息不共享 可是我最開始的時候 我自從256我全部都用啊 我只有中間用group捲機喔 我前面沒有用group捲機喔 我只有中間用group捲機喔 我前面還是 抓了256圍的所有 information喔 到了這裡之後我再分 所以說我的這裡 其實可以吃到原來256所有的 information 這樣知道嗎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他就是中間 用group捲機 那個還原 1乘1的不用 3乘3的用 那因為3乘3的省參數嘛對不對 好這個樣子 他比較了一系列的結果 包括他的group size是 1 2 4 8 32 他全部都比較 就是他group的那個 number of group 這就像調參數而已嘛 這不會很難 對不對 他比較完之後發現 欸這個 32的時候最準 按照這個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這個 group越多 越準 對不對 看這個結果 羅里森你有什麼感覺 我聽你講過 喔你聽我講過嗎 那我們不要問你 來我們來 這個 這個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來這個 令日 來 你覺得看這個結果 你有什麼感覺 如果一篇paper做了這樣的結果 可以說服你嗎 他想present說group越多越準 他想present說group越多越準 為什麼 為什麼 那請問一下他要怎麼說明 來來來來 這個 硬竹 這個結果能說服你嗎 group越多越準 他真的做了實驗啊 你要相信幻想還是實驗結果 你要相信幻想還是實驗結果 有提升即使是提升千分之一都是很重要的好嗎 所以你覺得這個趨勢 不會繼續下去是不是 到64的時候就不會了 是嗎 你覺得不會 你覺得不會嗎 來海倫你覺得會不會 所以你是 你意思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 如果你現在是 如果這篇paper拿來這個 比賽的話 假設你是評審的話 就是人家研討會報這篇paper 就何凱銘在上面報這篇paper的時候 你會問他說 欸 你有沒有繼續做下面的實驗 這樣 是嗎 啊不要講何凱銘好了 何凱銘你會覺得他很厲害嘛 對不對 那我們換個人好了 舉例來說 這個海倫在上面報他paper的時候 對不對 你會問他說 喔 那你有沒有做64這樣子 64group 你會這樣問嗎 有可能他做了但是比較爛 喔 有可能他做了但是比較爛 你想非常好 我也嚴重懷疑他就是做了比較爛 欸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你們開始有品味了 對不對 以後那個 以後那個 seminar遇到人家報paper的時候 看到這種數據呈現一半的 拜託繼續問下去 對不對 啊如果seminar那個報的人沒有辦法幫作者回答 對不對 那以後你們那個 做碩士論文的時候 同學的paper 長成這個樣子 拜託繼續問他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做64 務必讓他說出真實的答案 好 實際上這個樣子 這個 欸 你們是不是偷偷看後面啊 對不對 好沒關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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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何凱銘做實驗結果 應該 就是到32最準 然後他之後不敢present 呃 我 你告訴我說何凱銘沒有運算資源 去做下面的 我是絕對不相信這件事情 好不好 因為這個非常廉價啊 這個group size 繼續往下 這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這不就是這個調參數嗎 如果說何凱銘不會做這件事情 我是不相信啊 好不好 而且他那個時候到facebook了 怎麼可能沒有運算資源呢 對不對 所以說 答案就是 事情沒有大家想那麼簡單嘛 而怎麼不簡單在哪裡 這個 information會喪失嘛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information會喪失啊 所以group size又是一個超參數要調整 真是有夠麻煩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很麻煩 好 所以啊 這個 可是我跟你講 你如果去看google paper 你會發現google paper 都很無聊 就google 我覺得 也不是說都很無聊 就是都在調參數啊 google paper 如果你仔細看他都在調參數啊 那調什麼參數啊 他說我不管啊 我就是要把這個group size 弄到 這個他現在通到數目32嘛 對不對 不管啊我就是要用到極限 極限就是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那個 1X1的fighter 1X1的那個kernel size fighter用1很智障嗎 對不對 他說我不管啊我就是要用1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就用1 然後我這邊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再把全部conclade起來 好不好 他就這麼幹 那這叫exception.net這樣子 那exception.net啊 這個網路比較沒有那麼有名 但這個網路的實驗我是覺得 還蠻有啟發性的啊 這網路沒有那麼有名 是因為他其實沒有那麼準 為什麼沒有那麼準 啊因為 不然何凱明就會繼續做下去了嘛 他做實驗就是何凱明沒有做完那個嘛 對不對 但是 但是這個 但是他做什麼實驗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裡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事情 就是這個叫做完全就是 就是這種完全分離的喔 就是group size group number of group 剛好等於number of fighter 那就是剛好就是1乘1嘛對不對 欸 就是只有把通道數目 弄成極限嘛 這個叫做 deathwise的這個 就是可分離的這個 捲機 這樣懂嗎 那設計resonet的人是何凱明的 你們一定要知道他一定 就是如果是我 如果設計那個resonet的人是靈青的話 你可以懷疑靈青 實驗沒做完 對不對 但是何凱明就不用懷疑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欸 google團隊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Google團隊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以往啊 非線性轉換的函數 是不是都用relu 我們好像用成習慣啊 好像不用relu就渾身不對勁了 他發現一件事 欸非線性轉換 我不是說google就最喜歡調參數了嗎 google就在調參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件事情 羅維森幹嘛笑啊 不然你再多看幾遍google paper 你看滿滿都是調參數 那他做了 他發現什麼事情咧 他發現非線性轉換的函數啊 如果我把relu 換成什麼都不用 那準確度都提升了耶 欸 欸我可以什麼都不用嗎 等一下我們之前不是講 非線性轉換是一定要用的嗎 我可以什麼 我可以不非線性轉換嗎 欸可是準確度提升了耶 怎麼辦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霓森你覺得 這怎麼辦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paper怎麼辦 違反的邏輯耶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如果你今天那個 你工作的時候 有人告訴你說 欸你要訓練出 我們今天我們那個 我們今年的那個 AI目標準確度是90% 然後你發現你 你不管怎麼弄都只有88%的時候怎麼辦 不知道 你會不會想要說 那就試試看這樣子 對 各位Google 啊如果你已經學了還是變87%耶 你有沒有辦法repeat他的時間結果 好來我們講一下 基本上有沒有辦法repeat他的時間結果 沒有那麼重要好不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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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convolution 的時候啊 如果用深度 深度 可分離的捲跡啊 這個 這個 Google解釋說 他可能本身就是一種 飛線性結構啦 所以 不太需要再做 飛線性轉換 飛線性轉換 我們應該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說飛線性轉換連做兩次 這件事情非常的智障 這件事情絕對是 對準確率有嚴重的危害 這是毫無疑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認為 這個 捲跡如果是做這個 深度可分離的捲跡 就是一種飛線性轉換 其實他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 因為他的確不能表達成 矩陣連成的格式 所以說他講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所以說他就不用飛線性轉換啦 好那這個 所以說 這個 我們懷疑一件事情啊 就是何凱明的實驗結果 其實是 因為他沒有 因為要像Google這樣想到 還要調這個 這個 就是還要調參數 還要調到這個 這個飛線性轉換的函數的話 這個是調的有點太過頭了 我是覺得 這個何凱明沒有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希望以後你們看Paper的時候 也是有稍微有點品味 就是說你大概猜得出來 這個作者啊 他大概哪些實驗是做的 哪些實驗是沒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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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的這個 團隊啊 就是他 發展出這個ExceptionNet之後啊 他發現一件事啊 準度沒有比人家高啊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網路就不知名了 那他怎麼去把這個 idea非常光大 這個網路的好處 就是節省參數嘛 那節省參數的話 他就想那我不要 那我就 試著把他 節省參數的這個 idea 發揮到極致 對不對 那 剩下的部分 那個準度的部分 我就不要求了這樣子 好所以說他就 發展出了一個 MobileNet的 而是Mobile就是 這個 就是行動嘛 對不對 這個MobileNet 他跟ExceptionNet 結構比較類似 他的 概念 他的做法比較特別 這個以往啊 我們都講那個 他這個 這個網路的結構 這個叫什麼結構 我們剛剛講了嘛 這個 這個叫那個 Bottleneck結構對不對 先壓縮再還原 先壓縮再還原 啊為什麼先壓縮再還原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的時候 壓縮維度64 在這裡的時候 他的壓縮維度 4x32是128 他是會變大 變大 變大原因是因為 他做了深度可分離 對不對 他在303的時候 做了深度可分離 卷機 所以說 他不能壓縮的那麼劇烈 為什麼 因為他損失 因為那個 grouper Convolution 會損失訊息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壓縮成那麼誇張 那不能壓縮那麼誇張 Google就想到一天 那我可不可以擴增他啊 對不對 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沒有很難做啦 他這邊是在講說 如果我 擴增他的話 擴增到30倍的話 就是我這裡擴增到30倍 再還原回來 他這個 這個圖 他是用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啊 就是 壓縮解壓縮的結構 那下一節課會講 然後就還原那樣圖 他發現啊 如果我在這裡還用壓縮結構的話 會危害我的 我的訊息會沒辦法完全過去 為什麼 因為我深度可分離卷機 真的是非常的 浪費我的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 降低我的訊息含量 所以說 他在這裡使用 反向的這個 reverse的bottleneck結構 好他 reverse的bottleneck結構 就是他反而去擴增 他本來是24維變成144維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他整個網路啊 他發現這樣就更準了 好 可是 因應他這個原因啊 他的這個 初始的這個 convolution的fighter數目 就變得很少 就326 16 你看他這裡的 fighter數目居然只有16個 他在第二層的時候 fighter數目只有12個 16個喔 因為他要反向擴增 好這個是 MobileNet的這個結構 那MobileNet確實也是 呃就是 呃 最後一層他是不是用 Active 他不用Active function 然後準確度 呃跟這個 就是 參數量有一個很好的平衡這樣子 好那其實啊 這個 如果你到MobileNet為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呃我們 的確我們現在 我們如果還要再進一步審參數的話 那大部分的 參數都 在1乘1的卷積核 了 因為3乘3的卷積核 都被有深度可分離了 所以 就是都被有 grouper 那個就是 都被有用grouper了 所以說他的代解參數量很少 但1乘1的代解參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他現在90%以上的代解參數都在1乘1的卷積核 那我要怎麼進一步壓縮1乘1的卷積核 我1乘1可不可以再用grouper 答案是 不太可以 如果1乘1的也用grouper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不就一路下來訊息完全沒有溝通嗎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研究 叫ShuffleNet 他就想到 那我可以在這裡的時候混合 就是我在 我1乘1的也用grouper卷積 但是我在下來的時候 我在3乘3的時候 我先把1乘1的這些特徵做一個混合 假如說我在給3乘3的時候 我這裡有紅綠藍 紅綠藍 紅綠藍都有 那如果他混合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在3乘3在卷積的時候 我同樣可以接收到前面所有的訊息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就是網路連接的方式做了一些改變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做了 好 這個Shuffle的操作 其實是非常的浪費時間 就是他其實並不是很 他其實還是要複製一遍這樣 在RAM裡面要複製一遍 他其實是 他非常的省 參數 但是 其實他運算速度沒有比較快 所以這個網路也沒有非常的這個 就是 也沒有非常的有名 但是你可以想到說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很少的代理攤數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這個ShuffleNet 運算速度不是那麼重要 但你很希望要小的代理攤數 就是 當然記憶體就是非常非常小 的時候可以用 好啦 那我們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 就是 基本的這個 就是 網路的設計架構大概到這裡結束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我們今天的課程在結束前 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 簡單的一個實驗 這樣子 就是啊 這個以前啊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用這個 我們的神經網路去判斷1000個類別 就是那個 ImageNet的1000個類別 他的物件是什麼了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邏輯 網路的邏輯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技術來 Present他的邏輯 這個技術 你學會了以後 也有助於你去理解這個網路 他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好 這個網路啊 叫 Class Activation Mapping 那他的Paper在這裡 他主要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最後啊 是 用 1000個特徵 去做這個最終 預測 對不對 那這1000個特徵 他的來源是前面的 Average Pulling 對不對 那Average Pulling 如果說這個特徵重要 那他在某一個地方 這個特徵 他給了 比如說第一 W1這個數字 假設是 辯證貓 這個數字越大 就代表他越有可能是貓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藍色這個點 這一個特徵圖 他數字越大 就代表他越是一隻貓 對不對 那但是他是Average的啊 所以他Average的裡面 如果有數字比較大的地方 就代表那邊很有可能是一隻貓 而其他地方不是 這樣Average出來的數字才是大的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可以透過把每一個權重 乘回每一張特徵圖 就覺得說我要看貓在哪裡 我就把貓的權重 全部乘回每一張特徵圖 然後把它合併起來 最後產生的那一張特徵圖 就會只剩下一個喔 是用加的喔 注意喔 W1乘以第一張特徵圖 加上W2乘以第二張特徵圖 這樣加完之後 會產生唯一一張特徵圖 這張特徵圖 數字大的地方 就代表物件在哪裡 如果你有這個 你知道的話 我們可以 來我們到這裡 先去download 到這裡 這裡是Github Github到我的Github 先去下載一個 這個 先去下載一個這個資料夾 到自己的 R Stewart Project裡面解答說 他會長 好先把它解答說 先把它拿下來解答說 這樣子好不好 裡面的東西都要下載 我們給大家五分鐘 三分鐘的時間 弄一下 那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把這個 把這個 東西做 就是 我們才可以做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 我希望就是 先下載好了 先下載 好 我們先把這個圖讀進來 好 這是一隻鯊魚嘛 對不對 這個圖你可以換任何一張圖喔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 理論上 就是應該你要換這個圖 因為這樣才可以 不然的話你會懷疑我作弊嘛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換圖喔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 先把model讀進來 我們現在 用個 stance.net 好 這個model 我們 這裡是不是用執行器 我執行器把它組出來 我需要什麼 來你看著喔 我需要 reliu1 output 跟softmax output 這個reliu1 output 它的shap 它現在output有兩個東西嘛 它的shap我們來看一下 7×7×1664×1 這個7×7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這個 你可以想像成這個7×7的格子裡面 它哪裡 它的數字是多少 這樣可以 然後1664就是 1664張特徵圖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繼續 那 我們首先 我們先 取得 首先我們先取得 這個 softmax output 我的 預測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它告訴我 預測的東西第三項 第三項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 大白鯊 它有猜對嘛 對不對 好 那第三項 它第三項這個大白鯊在哪裡咧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就我們就用第三項的權重嘛 對不對 這個第三項的權重在哪裡 在這個 fc weight 我需要找到 這個fc weight的dimension呢 有 1664×1000×1000 那顯然是這裡的第三項嘛 對不對 這裡的第三項 所以有 1664個喔 所以這個predict position 這個是第三 然後這個i從 1到1664 因為這個size有1664 對不對 然後它要做什麼咧 當前的那張特徵圖 第一張特徵圖 乘上那一張的權重 再加上 本來的 CAM 這個CAM.1 最開始的時候只有一張特徵圖 它就把每一張特徵圖加起來嘛 所以這個語法 是不是就是我前面講的這個 第一張的權重乘上第一張特徵圖 加上第二個權重乘上第二張特徵圖 加上 第三張的權重乘上第三張特徵圖 一時代推繼續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寫什麼喔 知道我在寫什麼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 CAM.1 它是一個7x7的 7x7的一個 MAP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你這個OK了以後 來 我們 這個是用這個 MXNET 裡面內建的這個 乘法 乘法函數 但是不見得要用這個啦 好不好 這兩個是完全一樣的 這兩個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把 根據 CAM來幫忙畫圓圖 看著 看著怎麼畫喔 好首先 我們 先把它變成Grace 我們先把它變黑白圖 為什麼我們要變黑白圖 為什麼我們要變黑白圖 因為等一下我們那個 把那個熱點圖疊上去的時候 才不會干擾到 好先變黑白圖 這裡是定義我們的那個熱點圖的color 這個color你可以自己改啦 你可以 你可以看你喜歡 你喜歡白到紅也可以 這樣懂意思吧 這個很好改 然後這裡我們是把7X7 resize成24X24 這裡你可以不resize 這個resize 只是讓它看起來比較平滑一點 但其實意義還好 意義不大 這個 這個CAM CAM.1 我把它resize回去 好看到了嗎 鯊魚在這裡 有沒有很準 它看的位置 你看即使這邊有個人干擾 它還是看得出來鯊魚在哪裡 你可以把它換一張圖 基本上你會發現 它還是 它是蠻準的 就是它 預測是什麼 它的這個 它預測是什麼 喔這個是大白鯊啦 因為我這個沒有辦法顯示中文 好它預測是什麼 它的那個熱點圖就集中在那裡 這樣子 欸我們等一下就是換一張圖好不好 好那這個練習二是用其他模型做預測啦 那你可以到model rule下載 這個model rule 你要去前面的model rule 這個model rule我會再換一下連結 好不好 那 這個練習題 你用前 你用這個下 你用resenet18 那個預測的話 一定是不準的啦 不準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 那個 欸 resenet18 你做預測的話 那個 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不需要做任何的這個 就是 任何的語法修改 你只要把model讀進來換掉就可以了 大家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我們先講到最後啊 就是 最後 差別在這裡 有時候你用的是dense net 或者resenet 你會發現不需要減平均就很準 但如果你用的是inception net 你發現要減平均之後才會準 答案是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這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數據要標準化 訓練才會快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同樣的這個 這個 imagenet的 model在training之前 也會經過數據標準化 它的 紅色 綠色 藍色通道都會減去平均值 有時候不會除標準差 至少會減去平均值 那為什麼 為什麼 resenet 跟 dense net 不會減掉 不需要減掉平均值在 手錶 很差呢 原因是因為 網路的第一層 有bench normalization 這個是 inception net的前幾層 的layer 第一層就是convolution 這是resenet的前幾層layer 第一層是bench normalization dense net 也是bench normalization resenet跟dense net 第一層都是bench normalization 如果你第一層是bench normalization 你就不需要減平均 對不對 因為bench normalization 會自動幫我減平均 儲標很差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你 以後要設計網路的話 你是不是 為了你要避免你還要 做預先的這個錢處理 你是不是可以第一層做bench normalization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省掉一個工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等一下 練習的時間 我們就把這個練習二 就是這個過程 把它repeat了一次 好 那這裡 這個數字 這個resenet model裡面的bench normalization 的mean 其實就是 紅色 綠色 藍色 在imagenet的平均值 好 其實在這裡就是它的平均值 它還有一個variance 好 所以說 你就知道說bench normalization的重要性 好 這個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先總結一下 總之就是 我們今天上課 大概就是了解一件事情 第一個 網路是怎麼設計的 大型網路是怎麼設計的 第二個 這個 可視化的部分 讓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 其實啊 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這個圖 捲機的過程中 哪一個地方 那個特徵圖的那個區域 特徵圖對應到圓圖的區域 其實就暗示著那邊有個物件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所以說之後如果我們要做 物件識別 比如說我們要看 有一個地方要拉個框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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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的位置 那個 Information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是要利用那個 捲機完之後 Position的Information 來做 Object Detection 我們才有可能做出 拉框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還不會拉框嘛 我們只會分類 然後我們只會利用熱點圖 告訴你東西在哪裡 之後我們要拉框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那個 特徵圖 跟圓圖 是有相對應關係的喔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個特徵圖 在那個地方特徵 數字大 就代表圓圖那個地方 很像某一個什麼東西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這個練習 等下大家自己做 好不好